这绝对是超女登场最帅的一次 仅仅一拳就将急速行驶的卡车截停 面对上次差点将自己杀死的光头 塔拉蓄力飞冲一脚踢在对方脸上 仅见一个生龙西佩和落地拳打在光头脑门上 可就在超女想要继续输出时 不料却被对方轻松接触 甚至被一个生龙拳直接打飞 但好在超女反应及时反手就是一个飞船 恐怖的威力直接让光头跟地面疯狂亲力接触 每等光头反应超女趁机偷袭将她打飞 随后一拳拳打在光头身上 可却不仅像挠痒痒一样不痛苦 甚至还不小心被光头一腑伐住 感受背部传来的剧烈疼痛 超女害怕的连忙想要飞走 不料却被抓住脚踝重重摔在地上 紧接着脑袋直接被一拳打进地面 而这时打不过的超女竟开始求饶 然而光头却举起斧头就要她命 可光头不知道的是这都是阴谋 只见卡拉双眼射出激光 在激光的作用下斧头开始冒烟 可坚持了数分钟却没有效果 卡拉害怕了她开始退缩 好在关键时刻表姐及时鼓励 在表姐加持下 卡拉拼命加强镭射射险 随着光头不断发出怒吼 卡拉成功引爆了高达255度的斧头 而光头失去了斧头并且深受重伤 不愿投降的她选择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说实话我觉得你独自杀死的不一定是